在这边大三角下住着一位退休后的老人 在这边种植了一种小黄江 小黄江不但产量惊人 主要种植这种小黄江 一某地收入都能高达四万多元 今天过来这边看看它是如何种植的 顺便分享给广大的网友们 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 来朋友们一起去看看 老人在那边种了一某多地的小黄江 因为老人退休后 他选择了回农村比较安逸的生活 在这个三角下也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 小黄江就种植在那边 这边有这种茄子 还有这个大树 我们直接过去看看它种植的小黄江 种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蔬菜 还有这个辣椒 这边有这个西瓜 这是田瓜不是西瓜 然后从这边我们可以过去看到 它种植的小黄江了 种了一某地都可以收入那么多 所以它选择回农村比较安逸一点 种植一点就可以有收入了 然后今天就来看看它是如何种植的 顺便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就是这边一小某 一某多一点吧 收入就有那么高了 在农村种植一某多地收入有那么高 也是不错了 像这边种了一某多地 绿油油的一片长势非常的好 某产量像这样都能高达一万多斤 一起来看看学习一下如何种植这种小黄江的 像种植这种小黄江种植方法很重要 方法用对了像这样一棵它都能采挖五到六斤的小黄江 所以方法用对了呀 这个产量才能高起来 为什么我们农民种出来的小黄江 它的产量会比较低呢 因为种植任何农作物都有种植它的方式和管理技巧 来不妨一起了解一下 因为小黄江是一种地下封产的农作物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管任何地下封产的农作物 在种植之前这个土壤一定要蓬松 可以选择这种带一些沙子的这种土质 然后这个土质它就会蓬松一点 在种植之前这个土壤我们可以撒一些生石灰 因为生石灰很多朋友都知道 它可以给土壤进行杀毒消均一次 然后种植出来的农作物它的品质就会更好一点 还有土壤蓬松 这个农作物它的产量才能高起来 还有种植之前 底肥一定要失足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次施肥 因为小黄江是每个家庭厨房中必不可少的调料 所以价格卖的也比较好 但是在各个地区的价格行情都不一样 像某厂万金 在我们这边收入都能高达四万多元 大家可以转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看小黄江的种植方法 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好了可以点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好看